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经中央银行副总裁员中大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天木 财政部常务次长阮清华提出报告后 既有委员吴秉瑞等14人提出咨询 经中央银行总裁养金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过立行 财政部部长苏建总及相关人员已以答复决定 一 报告及審查完毕 二 委员执行为其答复或请补充资讯请相关部会一一周内以书面答复 委员令要求其宪者重启锁定 三 委员郑立文 孔文吉 何志伟 鲁明哲 宜天 鲁明才 杨琼英 林一华 吴施淮 所提书面执行金内录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部会以书面答复 通过临时提案一案 先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的议事录有意 没有意义了我们议事录确定了 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 讨论四项 继续审查一 行政院行情审议证券投资人及其后交易人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二 本院委员郑明中等18人理据证券投资人及其后交易人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宣读完毕 我们现在原理来介绍在场的委员跟与会的官员 我们在场有 曾明中曾委员 还有我们 费洪泰费委员 吴炳瑞吴委员 陈娇华陈委员 林楚英林委员 那我们今天主席的官员有我们想秀的想秀的 我们金广会啊我们主任委员黄天睦 是的 我不知道 顾立雄有来 是的 我们顾立雄顾主委 真的没看到 真的没看到 因为我在那个 经纪委员会 你告诉我 我可以叫你顾先生 你知道吗 你今天 顾主委啊 好几个身份 也不知道叫哪一个啊 还有我们副主委啊 这个被发布的 我们这个 黄天睦 这个共议啊 还有我们法律事务处啊 处长啊 我们徐确文 徐处长 政棋局局长 张震山张局长 还有我们投保中心 我们董事长 邱钦廷邱董事长 总经理 吕淑琳总经理 我们经济部商业师 专委我们 胡美甄是不是 还有 法务部啊 我们警察官 我们邱玉祥 邱警察官 还有我们先到场的 还有 江永昌江委员 赖世保赖委员 我们今天议程安排继续审查 证券 投资人跟 期货交易人保护法 两个修正的一个草案 这个本案在 5月4号 我们进行审查 协商的时候啊 因为存在有 几项的疑虑啊 没有获得共识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审查 我们现在来进行协商 谢谢大家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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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確定他是秘書長還是什麼 如果確定秘書長他坐在這裡就不對 對不對 還沒交接 交接還沒有 可是現在 是你決定還是他決定 現在是誰決定 平貼理論上是主委 你還沒有交接 跟委員會報告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在經濟委員會有救教過我們的顧主委 我問說你要叫你什麼他跟顧先生沒關係 其實他的想法 其實為了整個憲政的一個運作 他們現在的身份就是請辭 然後待命當中 那基於整個經管會的一個業務 對我們財政委員會非常尊重 特別今天也列席 先跟委員會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現在 今天我們繼續審理 這個我們行政院 含請審議的證券投資人跟 期貨交易人 保護法的部分的一個條案修正案 還有我們本院 我們 鄭明中等 18人所擰聚的 同樣的一個草案 那現在是不是 還有呢我們 我們手上各位 文會所有的 同學沒有收到 我們財團法人 證券投資人 跟期貨交易中心 保護中心的這個 整個報告 就是上次 我們結論提出 我們請投法中心這邊必須要提供 外國的一個立法力的一個介紹 針對代表訴訟跟董事司格這個部分 他今天也有提出 請大家參考 那現在呢 是不是請你們兩個什麼人要參考 是 好我們 顧主委 我想 上一次 在排入這個議程 在審查的時候呢 已經做過相關的報告 那麼 另外 在上次會議中呢 主席有指示就是說 要請投保中心 再來蒐集 相關的外國立法律的資料 那這邊 就這個投保中心提出報告 簡要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 有關代表訴訟的部分 就是說 是不是包含這個 已經卸任的這個董事呢 美國跟日本的代表訴訟的對象 都是包含已經卸任的董事 那麼英國跟香港的法制規範呢 也允許 可以對已經卸任的董事呢 提起代表訴訟 那相關的詳細的內容 再請參考 投保中心的報告 那另外就 解任訴訟 大家很關切的 就是說 在解任之後呢 他有一個施隔的期限 三年 那不可以再沾任其他上次會公司的董監事 那 投保中心去 查閱了相關其他各國的這些資料 那英國來看的話呢 按照他們的董事施隔法的規定呢 施隔的期限最長是15年 美國的話 施隔的期限最長是永久 那新加坡的話 施隔期限最長是5年 澳洲的話呢 施隔的期限呢 最長是20年 紐西蘭的話呢 最長是10年 香港呢最長是15年 所以我想 呃相關的這些 呃 他們 對於這個 解任訴訟之後 董事的施隔期限 應該都比我們現在規範的 還要 呃 來得久 還要來得久 那另外呢 江委員 呃 在上次會議中 就投保法解任訴訟的除次期間 他有提出一個修正動議 建議將解任權 從解任事由發生時期 經過10年而消滅了 改為經過5年 那呃 這個部分呢 呃 因為相關其他這個 除次期間的規定 不管是在民法 證交法 金控法 銀行法 保險法 信託法 所有的相關的法令 大概都是規定說 呃 從行為時期經過10年而消滅 那所以 呃 我想如果說要 呃 以超過 呃 5年就進行消滅 可能 呃 從這個立法體力的一致性 呃 體系的一致性來看的話 這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會有一些問題 那另外 呃 這個頭髮中心他們去聊 他們本身提出來的 呃 說明是這樣 就是說 頭髮中心解任訴訟案件中有三件解任訴訟案的檢察官起訴 主要是因為 涉及到檢察官起訴的日期呢 距離不法的行為 喔 的起始日 距離不法行為的起始已經超過5年以上 所以如果將除次期間調整 縮短為5年 會造成不犯件因為期間過短 沒有能夠及時的來提起解任訴訟 喔 那這個部分要請呃 各位委員能夠考量 喔 能夠考量 那呃 就先就呃 在上次的報告之外 再補充說明如上 謝謝 好 謝謝呃 顧主委 我們現在請提案的人 我們請正面中文說明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呃 顧主委 黃主委 各位同仁大家好 呃 我的提案是因為 呃 過去一段時間 我發現 世界主要的金融監理機關 包括美國 香港 新加坡等等 一直在強調投資人保護 所以強化投資人保護啊 呃 是主要的世界 金融監理機關的監理趨勢 所以早在上個會期 我就提出相關的修正草案 而這一次 的會期 我又提出 呃 相關的修正條文 主要目的是希望 希望強化投資人的保護 讓資本市場 一方面可以發展 一方面也可以讓 投資人得到更好的保障 讓整個資本市場 可以更為永續經營 這是總體的說明 那 我在想接著會做 呃 等一下看看 主條 來看看相關的差異點 不過我建議啦 呃 主席 因為 顧主委是 我相信 來立法院今天是最後一次 那是不是 主委 你要不要 這個場合啊 要不要發 發表一個簡單的感想 好啦 很合理啦 顧主委 對我們很尊重 啊 最後一次啦 也到我們財政委員會 啊 那我們也都預祝啊 能夠啊 更適當的位置啊 為國家啊 繼續啊來貢獻 我們現在有請 我們顧立雄 顧前主委啊 顧前主委啊 好我們 主席 還有各位在座 敬愛的 委員們 我在金管會 超過兩年八個月 任期剛好比 我們真委員長了一點 這樣 好是 有 那 金管會主委這個位置 確實不是很好做的 一個位置 那因為涉及到相關的 這些金融的利益 然後 在 政策面上跟個案面上 都要做很多的財奪 那我很 有幸 能夠接上這個位置 也得到 呃 應該是有得到各位的肯定 哈哈 不錯了 那 呃 但是人生也都充滿了驚奇 看起來 要轉換到另外一個跑道 所以 我 我真的 也不知道說 我本來當了三十幾年的律師 然後這四年的從政生涯 轉變會這麼大 但是 我在過去的 這兩年八個月 在 呃 這個 這個主委的任期之內 在 每次來財政委員會 我都覺得 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確實 都專業 素養都滿高的 那也得到很多的指教 那 呃 所以 呃 現在 離開 離開 那 呃 呃 很高興 這個 我們有 黃 我們從副主委來接手 不用再面對一個路人甲 因為我們黃副主委絕對不是路人甲 他這個經歷在金管會裡面經歷各局 從長任文官出身 那我想也特別推薦他來繼任 那我相信我們金管會的各項業務 在他的領導之下應該還是可以精進 然後照顧到金融產業的發展 照顧到金融秩序的穩定 那對公司治理也好 對金融科技發展也好 對消費者保護也好 我相信他也都有他的專業跟一定的堅持 那我個人也非常相信他的人品 然後相信他的專業 那希望各位委員 一本這個對於我的指教呢 要好好善待我們的 好不好 謝謝各位 其實我跟各位在場委員我們的預測都一樣 我們幾乎都預測錯誤了 預測他的下一步職務 我們也預測錯誤 預測他今天到底會不會來也預測錯誤 本來以為他不會來 但是經過我們財政委員會 這個炮火的淬煉 那一定會修成正果 你看要繼續高聲的 就請到我們財政委員會來 來我們 等一下 你重點 你要曾委員問的你的心情 你沒有講 就是 會不會依依不捨還是 好 對不對 就是 這裏面會不會想做何幾件偉大的事情 沒有做完 然後就要高聲 有一點遺憾 會不會 但是問你這個心情 這個 裡面對於這種依依不捨 還是很懷念大家 對不對 會不會懷念啊 我覺得現在整個金融次序,比起過去來講,我覺得健全應該是我比較欣慰的地方 那我個人覺得銀行現在體質都還不錯 保險業現在要關注當然就是因應IF17 那麼3月底的這個禁止已經發布,那確實有一些不太好 但4月又會回來,但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是在JGIF17相關的這些準備工作 我覺得後續要仰賴各個保險業來努力 那我相信在這個黃豬衛的督導之下應該也可以能夠來維持這個金融持續的穩定 那這件市場我當然覺得就是說我們足筆交易就在疫情嚴峻時刻上路 那到現在還算平順 那第三季會有零股交易,盤中零股交易會出來 我覺得 资本市場上面當然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正在預告的財富管理新方案 現在就是 那OBU的開,我們那天已經跟央行已經有達成一定的共識 那OBU會有一定的這個開放 所以我覺得這個市場充滿了風險 市場充滿了波動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的一個心情就是說 我們對開放金融商品還是要努力 但是我們一定要照顧好風險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金融會在做每一項政策的時候是最難的地方 也就是說 市場都會跟你說你要開放 你一直要開,你一直要開 但是 市場的風險的這一塊 現在卻是我們要去照顧 因為投資人的資訊的對等 消費者的這個保護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都 是金融會最掛心的地方 那有些時候在 做政策決定的時候 你很難去預料說 像這樣子在 到了市場面的時候 他們是做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 那 政委員上次也有質詢我說 半夜會不會起來看 對 到 美國股市波動最激烈的時候 晚上甚至 真的是會睡不著 會起來看一下 那 我想這個部分都 都是 那 更 更不用提到一些相關的一些 涉及到公司治理也好 等等的一些個案面 那要怎麼去 去做適當的一些財處 我想 都是 那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儘管會 呃 是一個真的不好做的位置 那 欸 我現在不曉得去的地方 是不是 更不好做 那麼 但是 我想我會 我會帶著我在這邊做事的精神 帶著去到那個地方 那我會懷念各位 會懷念各位 我懷念尤其我們江委員 這樣子 從 我們就要聽這句話 我們會懷念 他跟我 他跟我 他跟我一起 擔任委員 我擔任一個會期就離開啊 他很認真的你知道嗎 他從一開始 他就坐在後面 一直看著你們這些老鳥 是怎麼問的 然後從進到財政委員 完全不懂 到現在為止 對每一項的專業都能夠朗朗上口 我覺得這個都是學習的精神 那更不用再做的我們三位 這個已經是 這個長期的在 幾乎都是 這個專業非常選手 非常選手 所以過去經管會的一些言格也都很清楚 也都很清楚 那我當然也受教於我們幾位新進的委員 那 大家都互相學習成長 很多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 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 今天我們五條還有一個四條而已 那剛好有這個機會啊 要對我們 顧主委這邊看 有沒有什麼 看法 想法 不然今天他要做情報投資 他叫不來 我告訴你 你們對他比較好 那些水滴子三個三個八個斷頭 來還有 曾明中委員 來 曾明中委 好 謝謝 那假設各位 不表示意見 我們就進入主條 好 那今天的重點是第十條之一 那我的版本 我就謹就我的版本 跟行政院差距的地方三點提出來報告 第一點就是第十條之一 第一項 代表訴訟及解論訴訟的四由 擴及到政見詐區 現在當然包括內線交易超重股價 期貨交易詐區 那現在已經期貨交易詐區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政見詐區也納進去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政見詐區也納進去 第二部分是第二點不一樣的是 第十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 據股東地位者 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董監事 或董監事 他的資格條件我加的是 據股東地位者 當然 討伐中心會說他 服務上已經有買說 每一家公司 上市貴公司都買一千股 但是我認為法據讓他更清楚 會比較好 另外就是第三點是 第十條之一的第三項 代表訴訟擴及的對象 我希望能夠擴及到經理人 因為或許大家會覺得 現在主要是涉及到董監事 但是我們從上市上位公司 產生的弊端 或者掏空事件來看 往往 往往是他的總經理 最有可能 而且從過去書上也看得到 很多上市上位新貴公司 真的發生掏空事件 除了董監事 或者董事長以外 其實總經理他的機會 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希望 沿引其他國家的立法 把代表訴訟的對象 擴及經理人 而僅 就 第十條之一的部分 提出跟大家做報告 謝謝 謝謝我們曾明中委員 還有我們江永昌 江永 江委員你也有修正動議 再請大家參考第二十二頁 這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那個第十條之一 我們願版行政院提出 還有曾明中委員提出 還有我們江永昌委員的修正動議 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你那個 你注意把它看就是那個 第一項那個序文 還有第一項的第二款 還有新增的第二項 第三第七第八第九 這個是第十條之一的一個部分 我們先做這樣的說明 那是不是請 永昌家剛好有什麼 看吧 那上委我問就兩個問題 第一個你長達十年 對於人這個董監事都已經 改選超過三次四次了 會不會有這個經營上的這個困擾 你時間哪那麼長 至於剛剛這個未來要轉戰到這個 其他地方 請幫我投資會講不太出來咧 好 剛剛有說 那個 看其他的法律的規定有沒有 你用廚師期間來算 然後那個五年 好像比較不適宜 十年比較適宜 那我上次就有問 假如我們這裡沒有規定 那個投保中心的代表訴訟的年限的話 沒有這一條 那過去都是用幾年來看 對不對 我上次有提出這兩點 以前不可以對卸任董監事提起 所以他沒有 沒有相關要處置期間規範的問題 那現在因為你要對 解任師有不以起訴 只任期發生內違憲 那你當然就還是要有個時間點 要拉一下 那其他委員還有沒有什麼看法 來 賴斯堡委員 我請教一下顧主委 這個 對於或者是曾委員這邊 對於卸任的董監事 卸任的董事有沒有包括讀董 有 讀董就是董事 對我知道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些教授會不會做的意義更低了 會不會這樣子 會不會這個後遺症 我就請教這個 因為 因為我前幾天 好像政局局哪位長官 局長吧 不是你 就是那個上一任的 王局長 他特別講到說 讀董不是查了說 讀董的平均薪水多少 平均的年薪50萬 平均50 對有高有低 有高都有到幾千萬我知道 有低的 那平均50萬 那你想一個教授 他一輩子的 他在這裡 然後又被你綁了 這有點像選準門條款 他幹了一次的獨立董事 而且裡面 他只要做一屆的獨立董事 甚至於做半年設不定公司 他就或者他 他個人的因素就離職 結果他被你綁十年 這問題就 比例原則啦 我是考慮到比例原則這樣 這個東西 這裡沒有必要再加一點其他的 對卸任的 對這個區域嚴格我是沒有意見的啦 但只是 我是想說這樣一來的話 真的對 特別是對一些中小企業 他找讀董 找教授級的 很難啦 就很難了 因為我可能 可能一年只有30萬40萬 我還要跟你排10年 公司未來 他卸任之後 公司10年 他如果出事情 他都會負責任的 而且是法律責任的 這個很嚴重的 這個東西 這個議題其實也吵很久啦 那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 我們費用太負責委員 好不好 我們這幾年啊 看到一些公司發生事情 舉例像樂森好了齁 剛才賴斯波委員提到 這個議題 跟鄭明東 我們寫的這個是一樣的 其實公司 董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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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開會 行政 他的管理 經營人 他不把資料給你 你根本不會知道那些事情 所以經營人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說碰到公司出事 你去看看 案例啊 他絕大部分 從吉米人那邊出了問題 他就 他在董事會去做假帳 會計師 會計師如果寫什麼 有保留意見 他也不把那個印出來 讓大家都覺得 這個帳是很好的 所以我倒是覺得 吉米人呢 我們這個 賴委員剛剛提的 我想表示一些意見 就是 如果說 有的董監事 或者讀董 他發現這個公司出問題了 他不要當了 其實就是一個簡訊 對我們 對我們這個政協局 就是一個簡訊 因為他為什麼不幹 剩下你們也要去查一查 對吧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 加重這個責任 在經理人的部分 經理人包含從總經理啊 財務經理啊 什麼經理等等 我覺得 經理人一定要納入到 被規範的一個 一個理論 否則 你去看看 現在實際上的公司 實際上的公司 讀董 主持的審計委員會 某種程度啦 也是虛應故事啦 某種程度也是虛應故事 何況非讀董 是董事的話 他根本就碰不到那一塊 他碰到的是什麼 就是開董 一個月一次 或兩個月一次 三個月一次 甚至有人拜年一次的 那個董監是會要 如理懈疑的報告 他只能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陳交華委員 主席 各位大家好 剛剛顧主委提到這個 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特別提起這個 我想 我非常的認同 那也請顧主委 以後在行政院 或者是在 國安會這邊跟總統 能夠來表達 就是整個金融 監禮這個消費者保護 是不是儘快來成立這個 金融消費者保護局 那另外 上個禮拜也拜託 主委能夠把那個 你提到的那個 張寧的那個 調查報告 能夠給本席這樣子 好 就是 也非常謝謝顧主委 在 我們 本席就是上任 就是顧主委真的是 對整個金融的監禮 這個做得非常好 那也希望 未來在 國安能夠為國家安全這邊 來盡心經歷 感謝你 好那針對今天的這個修法 在 第二項 這個 所謂這個消滅的這個 騎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再 加長 這裡行政院版是十年 是不是可以增加為十五年 然後 在 第七項 第七項的部分 就是三年內 不得 沖任這個 上市上櫃的董監事 這個三年 是不是可以延長為五年 以上我的意見 好來謝謝 什麼意見都有 但是我請大家 大家要 比較謹慎一下 不要開玩笑 我們這幾位 我們在這邊討論完 這個法令一修訂下去 對整個日本市長 那開什麼玩笑 現在 公發公司 這一些是影響深遠 而且是重大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 他的這個主張 但是請大家也務必 把條文特別來看清楚 還有對他整個 法制面的完整 跟衝擊性 可以一併考慮 我們請董事長來 你一直要說話 來 是謝謝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的指教 容我說明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十年 是指解任訴訟的 除次期間十年 這個跟 讀懂的什麼法律責任 你待遇多少 要告多少人 其實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的十年是指說 如果你做了什麼壞事情 對不起公司 那我們要把你這個董事 把它解任掉 那麼你這個解任 你起訴啊 必須是他做壞事 以後開始算 不可以超過十年 這只牽涉到解任訴訟 不牽涉到什麼 財報不實的民事責任 這是兩件事情 不相關的 好不好 是是這樣寫 因為解任 因為解任 訴訟是一種 法律上叫行程權 行程權才會有 除次其間的問題 如果是求償 就是要對他求償 那原則上來講 就看他 是涉及到用侵權行為的法律關係 或委論的法律關係 現在有點在上法律課 但是基本上就有涉及到 金權行為的實效 那個叫實效 請求權實效 然後還有 這個實效要看民法的相關規定 大概是這樣說明 現在是範圍的問題 範圍的問題 來 曾明中 曾委員 沒有錯 主席提到 涉及到範圍的問題 那我的版本 是有把經理人放進去 那我的條文 你們請金管會誰 來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不願意擴及經理人 那再來往下談 可怕會比較聚焦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主管機關這邊 你們也要學習壯大 你們的顧主委 要去做情報投資 你們要快說 要說你們的意見 來 謝謝主席 我剛剛因為 曾委員一開始有提到三點 我想一一的做一個回應 因為第一點提到說 序文裡面的政見詐欺 那我們是看到了 我們原來在條文裡頭 就有規範到 如果屬於執行業務範圍 它其實已經涵蓋進去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已經表達到 那當然 委員是希望我把它寫得更清楚 其實我們覺得已經涵蓋進去 等一下當然可以再討論 那剛剛講的第二點 比較就是說 股東地位 投保中心 其實它現在對上市會公司 都有取得一份股份 那所以它也當然是 取得公司股東的地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應該只是 要表達更完整 或者是 精簡自演 這兩個思維 那最後一個就是 剛剛提要的說 經理人的解任 代表訴訟這一部分 對 經理人的部分 代表訴訟這邊 我們其實已經把它接納進來 也涵蓋的經理人 但是 重點是說 這個代表訴訟 那個經理人 我們目前在經濟部這邊的 的範圍到底是涵蓋到多少 的經理人 因為有很多的 所謂的CEO 他不見得在經濟部 他沒有登記 所以我們後面 特別對經理人 講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說 觀念一致 我們是 曾委員跟我們的燕板 其實都把代理訴訟 納進經理人 但是經理人的定義 我們就講得更清楚 就是說 基於同一個基礎的事實 應付培養的責任 且對公司有管理事務 跟簽名之仁 也就是跟 講白就是說 用實質管理的概念來涵蓋 可能避免將來有疏弱跑掉的範圍 大家以上就說明 我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求償的對象 含經理人 但解任的對象不含經理人 這個是實務操作上 一定要求取的一個妥協 經理人的範圍太廣了 經理人 這個全台灣 叫經理人實在太廣 第二個他不可能去 處理他的施格的問題 因為董監事 他不能再去擔任其他上市業公司的董監事 因為是要到商業師去做登記 所以一旦他 解任訴訟確定了 他不能再去當的時候 那他要去 申報到商業師擔任董監事 這是可以登記 但經理人沒有聽說過要登記的 那你如何去貫徹他的施格的效力啊 這件事情上面沒有辦法做得到 沒有辦法做得到 你會讓法律的威信完全喪失 那他如果說他弄一個什麼顧問 他或者是他弄一個什麼名義 那去做 這第三個就是 國外的其他的比較的立法力 沒有在就施格的部分去規範到經理人這一塊 都是在董監事這一塊 那再來當然就是說 解任訴訟的這一塊 是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範而來 公司法也是指根據 只有對董監事產生解任訴訟 那投保中心他們取得這個地位去信心 這個解任訴訟原始於的法律權利 是來自於公司法的相關規範 所以我想這 我們跟大概 這個部分也召開過公聽會 那也跟學者座談 沒有任何學者贊成說解任訴訟要喊告經理人 但求償 對他們的求償的代表作用可以涵蓋到經理人 所以 上次政委委員請提出來以後 我想我們也特別為這個問題很慎重的去 聆聽各位學者的意見 那這個對市場影響非常大 如果含對經理人 那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這個設成非常遠 好 我再講一下 威力強大 先我來示範這個 我 我具體建議啦 因為 這個曾委員也表達得很清楚 那麼 這個顧主委也表達得很清楚啦 我 我建議說 為了 有效率 齁 我們是不是一項一項看 那 如果 這個經管會可以 盡量的 我說盡量的尊重曾委員 如果意思差不多 那就 就尊重曾委員 如果說 有很大的出路 那我們就尊重行政院 我是提這樣的建議 這樣弄 好 我再講一下好了 這一個不是出路了 這一個是 有跟無的問題 就是說 他那個 設長所看 你經理人 如果都揉起來 這不法令已經夠強大了 經理人再拉進來 那為你無窮 我跟你說 你們每一個人 讀到政經理人黨 變成小孩 來 我再講一下啦 就是 剛剛 顧主委也講 但其實 各位很清楚 我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修正 除了剛剛背景以外 其實 美國的立法力 就有這樣的規定 齁 美國的立法力 就有這樣的規定 不過沒關係啦 就是 我只講了 表達我的立場 但是我不堅持 我要特別講 美國的立法力 已經有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國內 國內 很多的套公案 是公司的總經理 還不是董事長 你說他其他的財務經理 等等 那少數啦 或業務經理少數 那總經理 真的很普遍 不過我都講了之後 我不堅持 但是美國的立法力 真的有這樣的規定 謝謝 我只是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總經理的解任 應該是要由董事會 來做啦 不需要到解任 對 沒有錯 但是 美國的總經理 他人家CEO 也是董事會聘啦 也是董事會聘啦 他還是有這樣的立法力啊 來 那是法文 那如果這樣可不可以喔 就我 試著整合 你們兩邊的意見啊 就把限縮 經理人就是總經理 跟財 財務經理 可以這樣嗎 沒有 沒有 球場當然是OK的啦 不是 這個似乎要說明的地方 就是說 為什麼球場的部分 這個部分經理人 納進來了 那你在代表訴訟的時候 沒有放進去 你現在跟他說 你只剩總經理 跟財務經理 你可能認為總經理 跟財務經理 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這樣修修到最後 你會發現 我那人動作那個 整個董事會 全部都是賊啦 沒有用的啦 沒有用的啦 還變這樣 我們現在就把他先退進 社經委董事會 都差了嗎 對不對 我們就是 這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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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大家都表達一下 我相信這樣的威力已經夠強啦 事實就需要 你們再說嘛 好不好 好 我們就照行政院的 第十條之一啊 那你叫行政院的版本啊 第二項那個是 因為行政院版本就是十年啦 那個剛主委是堅持十年 好來 陳委員怎麼樣 第七項我是建議那個 三年改五年 三年那個 嗯 我們 哇 我現在通過了 你怎麼說一下 哇 回答一下 好不好 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 這個 三年內 就是 差不多是一個董事的 一個任期啦 那 裁判確定 或從裁判確定 三年內都不可以再重任 這也是我們 中橫這個 整個市場的一個狀況 認為這已經足以達到這個 呃 裁判確定後 讓他施隔的一個效果 那 至於說 要延長到五年 或者 更延長到多久 或者是就三年 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 立法權衡的問題 但我們金港會的立場 是認為說 他三年不可以再重任 已經足以達到 這樣子的一個 解任後的一個 一個效果 而且他涵涉的範圍也蠻廣的 包括所有的上市 上櫃或新櫃共識 這一點再請委員參佐 好不好 因為只有我一個意見啦 不知道那個提案委員 或各位委員的看法如何 這一部分 我們就 尊重 政府法會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就 十字一 就按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了 再來看十字二 十字二是我們行政院 跟曾平中委員版本是一樣的 一樣的 按照行政院的版本 按照行政院的版本 安全方面 她schied 哪個字啊 鎖定外國公司 鎖定外國公司 和鎖知 鎖定售 這差一度一樣 鎖定售 鎖定售 你的是有知 他沒有知啦 第三行的第一個字 可以啦 可以啦 我覺得意思如果都一樣就按照鄭明中委員的版本 好啦 現在的照鄭明中委員的版本 那再來第19條 19條就有差異了 請大家看一下 第三款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說這個不得超過設立的 這個鄭委員的這邊是不得超過設立時捐助財產總額的10% 然後行政版本這邊是不得超過保護基金淨額5% 這個先請那個金華人這邊說明 頭髮中心說明一下 頭髮中心說明 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你們這個說得比較白話 兩個所謂說得比較白話 大家要聽的是這個 具體來講 生物委員的版本其實就是原來的條文 那麼就是我們 投保基金成立的時候 大約是10億左右 那麼可以拿1億來購置不動產 這個是舊有的條文 那我們修正了以後 那麼就是照 保護基金淨額 現在是大約80億 比80億多一點點 80億的5%是4億 那麼以後呢 購置不動產的這個上限 可以增加到4億 那麼實質的影響是這樣 那背景跟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原來所規定的 這個設立時的保護基金 也就是1億 是顯然不夠用了 是啦董事長 現在是 曾委員的 跟原條文那個都沒有改變 是你們的版本改變 我的意思是 你們版本改變以後 你們要處理什麼 好 我們這樣 問一個比較白話啦 你們這樣是比較嚴格還是比較寬鬆 放寬 把購置不動產的限額放寬 比較放寬 因為公司 IBO 只會比 它的開口比較小 那後來經過 IBO以後 上市那個資產就比較大 比較穩定 那種意思嗎 就是說 一開始10億嘛 現在它有80億嘛 對啦 它現在有80億 那你假設是5% 就是4億嘛 那原來10億的10%是1億嘛 那當時他們是去買了那個 現在是坐落在哪一條 那個 明泉東路 那個space很小嘛 那它現在 所以委員就是說 這一點我們提出來 看委員同不同意啦 就是說 因為它現在假設要去 人要擴大 那它不夠用 它到底是廖文去租呢 它還是它可以去買 在4億的範圍之內 去買一個不動產 這個就各位委員決定 我們主管 沒有特定說 一定要怎樣 但是 他們提出來有這個需求啦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話 感覺就是變成是 你自我節制啦 變這樣子啦 不不不 它挺高 它也寬鬆啦 對 寬鬆寬鬆可是比例 比例 比例 講錯了 你講相反了 他們以節制 size變大 沒錯 大啦 你公斗病 這樣子啦 我的條文啊 呃 相同的地方是 把這個 新櫃放進去 對 新櫃放進去 他也有 行政業版本也 也新櫃放進去了 有有其他都一樣 其他都一樣了 但是這個基金的部分 就是其實把那個base放大 比例降低啦 那我覺得基本上 因為啊 如同我的提案的 原意啊 其實 其實 過去 當然這個 這個基金 或者中心 做了不少事情 但是我認為 未來必須強化 頭髮中心的功能啦 因為你隨著這個 國外也發展趨勢的章子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贊成 要強化 頭髮中心 相關的功能 謝謝 謝謝 來 林楚音委員 有舉手的 我要盡量發言 這一個其實 你們都故意講 讓人家聽不懂 你的本來就十億 要變八十億 你是要增加的 你的明獎就好了 有啊 有明獎 就是 明獎 從現在的 購置自用 這是限於購置自用不動產 購置自用不動產 原來一億 現在提高到四億 就這麼簡單 我是負責讓事實呈現喔 好 後來大家 各位去做決定 林楚音委員 對 就是有關於那個 我要講的是第十九條的部分 就是 像剛剛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主管機關這裡 要把一些利益 或者是想法講清楚 比如說就像 第十九條的部分好了 這個保護基金的部分 曾明中委員 當然是提高到四億 那麼我們是講一億 沒有 現在把這四億 對 完美 對 就是在這個協商 所以啊 錢的事情要講清楚啊 是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會讓大家 在這個協商過程當中 會聽不清楚 模糊 現在大家都戴著口罩 到底我們的利益 是什麼 然後大概 結論是怎麼樣 不是說自己麥克風給他就murmur在那邊 我們這些協商的委員也都要聽進去 所以現在變成是 我完全是一個不清楚到底現在是什麼狀 這個主席要澄清一下 您主任委員不是我們的利益 是舊法跟新法產生比較的利益 要怕死人耶 財委會算稍稍後利益 那個... 我們要完全講完 立下的... 立...立定這個法律的意義啦 對不是... 不是那個... OK 對 那個interest啦 好我只是這個意見的程序 其實齁我看財委會多數的同仁也不反對啦 因為你本來是10億就是只有1億而已嘛 那你現在擴大變成80億 5%變成4億嘛 所以說 那個站在證明中剛剛有特別提 他也不反對 那就4億 我們也不反對 這樣就... 就是購置自用不動產 是啦 是啦 這個是... 這個... 請大家看啊 他是購置自用不動產 也就是說請教... 你們以後也不可能去買賣嘛 也不可以去... 也不可能去租給人家吧 可不可以租給人家 所以說你也不需要買太大 購用就好 對不對 不然你買得太大到時候你要再去買賣 或者再去租給人家 這就不是我們基金設立的一個... 一個精神嘛 所以現在就剩下... 你... 你們正... 這邊看一看 他到底夠不夠用 一億夠不夠用 一億夠不夠用 那4億會不會又嫌太多一點 那也不能太誇張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本身齁 他這個過來不動產的時候 要經過董事會通過 還要報到主管計劃核准 所以我們會watch他 那他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業務增加 而且他將來還有很多任務 要他工作的話 那勢必要把他規模做一個調整準備 你們現在的頻數是多少 要不要講一下 現在那個一億的那個... 我們現在... 的面積齁 那麼使用的面積 大概一百七十四坪 一百七十四坪 那... 我們現在四十一位 所以現在連走道都堆滿了箱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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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捐助財產總額的10% 行政院現在是保護基金禁止的5% 所以它base不一樣啦 但是要是放大了啦 對啦 這個剛有提過啦 這個是曾明中委員沒有去動這個部分 反而是院版的部分 對 院版的動 院版的這個是增加的 我想請教你們這個基金成立了多少年 那現在不過十七十六年 十六年你們會從十億變成八十也很厲害喔 跟委員報告 這些都是證交所 貴買還有其交所 早期還有券商 期貨商 他們就他們的營收裡面 提拖一定的比例來捐助 作為保護基金用 那現在已經停掉了 對啊 我覺得該停了 否則你的錢越來越多好像不太對喔 那個不樂之間啊 來 一蕊高嘉宇委員 因為其實我們投保中心喔 過去人數確實非常少 但是發揮很重大的功能 不管是在樂生案 或是最近的這些投資人保護的相關的交易 其實有一部分是代替這些投資人 去提起訴訟爭取他們的權益 所以我覺得一定的這些人額的增加 或者是說辦公空間的增加是應該的 只是大家會問說為什麼是四億 就是說你這個已經有一個標的物了嗎 就是說剛剛也有委員在質疑 就是說那四億會不會到時候你的這個標的物又不夠 或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這個百分之五的這個進額的訂出來 是有一個依據有一個目標 所以你訂出這個百分之五嗎 還是說你今天就是一個百分之五四億 然後在四億裡面去找你的辦公室 那如果到時候又不夠怎麼辦 就是大家會質疑這個部分 那你在四億之內你現在有找到適合的地點呢 或者是你心中有屬意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知道大概是多少錢 然後在什麼地方嗎 否則我們今天不知道你這四億的 這個所謂何來 一百七十一坪四十一人不夠 那你覺得應該要幾坪 然後幾個人來試用 我想我報告幾個背景 第一點啊 九十二年的房價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可能不能用很單純的說 我四億就可以買到四倍的面積 可能不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 投保法有很特別的規定 投保中心只能運用 這個基金的支息 來做營業支出 所以 這個營業 營業費用其實最重要是人員的薪資 如果我們將來去租的話 也要包括租金 所以如果我不買自用 我必須要去租 原本的房產是會出售嗎 那是不是會有 我們目前完全沒有任何的附案跟計畫 而我們只是說 十年好不容易要修一次投保法 那我 所以你先U比著 但是大家就會問說 你例如說你原本買的這個一億的房產 它可能漲價了 那你在出售其實已經有獲利 例如說可能一億現在變三億 然後你現在又多了四億 等於你有七億可以買嗎 是這樣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的委員報告 正是這樣 如果他去找了一個比較大坪數的 他如果這個法律沒有改 他要再去買一個新的 他還是十億的百分之十 就是他這個 他是一個財導 他獲利回來 不是說我獲利 我現在一億對 漲價了 他現在在那個復興北路那個地方 他不能說他賣掉了 然後這個 這個房價漲的利益 他就可以再去買一棟 不是 因為這個規範很清楚 就是設立時 捐助財產總和百分之十 他設立時捐助財產總和百分之十 他設立時捐助財產總和百分之十 這個是完全不能 沒有棟的分母 那百分之十 所以他賣掉也沒有辦法再去買 買超過那個 好 這一條應該說明應該夠清楚了 這樣就 來 村委員 你對這個有意見嗎 還是別人的 我們現在是主條 我是覺得那個 保護基金就是用在證券 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 投資保護的相關的用途 就是一個保護基金 那要去買這個保護基金 使用的這個 建築物嘛 之類的 那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整個 金融消費者保護 也是涵蓋這種證券投資 或者是期貨投資嘛 那是不是請金管會能夠 把這個相關的這個 投資人保護的思維能夠整合 然後未來再去成立這個相關的整個保護的那個機構 然後再從長記憶去設置去使用去動用這個保護基金 那現階段如果是不是用租的什麼 我是說這個 這個法條好像沒有租嘛 跟陳偉報告 因為你現在提到這個部分 這個是原來的條文 像買不動產 還有證券投資本來就有 那個部分都沒有動喔 現在是針對第三項家 你提到這個 因為今天也沒有其他的提案 是不是 下次你去提一個 大家來給你支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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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十九條 我們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二十六條 只有我們行政院的版本 那是不是 那請勾我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四十條之一啊 來 第四十條之一 曾委員這邊對他的也沒有意見 那就按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各位我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 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協商結束 可以換一個大一間 有感覺啦 他現在確實太小 他那個去過了 但太小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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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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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委员 感谢观看 来跟委员会报告 我们协商完成 请我们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 并四十条之一经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先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协商结论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我们协商按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 那针对本日讨论事项做如下的决议 证券投资人及期货教育人保护法修正草案 全案审查玩具并拧拧审查报告 批刀愿会讨论 愿会讨论前 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 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 愿会讨论的时候 由本席来补充做说明 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决议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我们就通过 本次会议疫情 疫情都进行完毕 我们今天上会